诶 真的是好吃诶 没有在开玩笑哦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仲杰主义 我是你的饮食治疗师仲杰 今天要做一个很平庸很平时 也很耐饱啦 看你吃JOLIE的食谱 OK 好 不卖关子了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螺旋黄金馒头 我为什么想做它呢 就是我小时候是很喜欢 就是经过那种冷冻食品的那个地方 就在supermarket里面 都看到那种螺旋的盘蛋馒头啊 巧克力的 所以我就是很喜欢吃 那今天我自己做 OK 也非常适合 如果你是父母亲做给孩子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料理 然后呢 我今天不用到糖 然后材料也非常的简单 OK 那第一个 我们就从面粉开始讲起啦 因为是螺旋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白的面团 一个是黄金的那个面团 然后总的面粉量呢 我们需要300克 就白面团黄金面团 各150克 150克 其实面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法 然后这个是平时的那种 all purpose flour 也算是中筋面粉吧 中筋面粉就是比较适合很多不同用途 如果高筋面粉的话呢 high protein的通常都是拿来做面包比较多 但是我们馒头不希望它太有嚼劲 所以我们就用中筋面粉 就是all purpose wheat flour OK 好 150克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第二个就是要处理我们的黄金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南瓜 南瓜呢有非常高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C 还有纤维 所以给小孩子吃它的颜色也非常的养眼跟好看 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会很喜欢吃它 南瓜呢我们需要120克 然后把它的皮给去掉 切块 切块过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放进微波炉里面 微波三到四分钟吧 直到它软 然后过后再把它碾碎变成泥就可以了 青色的部分建议大家尽量的把它切除掉 不然的话等一下面团会变得轻轻的 没有那么好看 然后把它切块 如果家里没有微波炉的话 就放在蒸炉上面 蒸也是OK的 蒸大概五分钟 变软了就可以了 微波过后呢它就会变软咯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把它给碾碎就好了 可能你会看到有鸡蛋在这里 我们这个馒头是不会放鸡蛋的 那为什么鸡蛋会出现呢? 先卖个关子 我们过后才会用到它 碾碎了 就把它放一边 刚刚从微波出来呢 南瓜的温度还是很高 所以尽量先让它稍微冷却过后 才参进面粉还有酵母 所以那个酵母就不会死掉 OK好我们从我们的白面团开始做起 我们有150克的白面粉 然后我们加半茶匙的酵母 搅匀 然后再加90毫升的温牛奶 就从冰厨拿出来 放置室温就可以了 然后搅拌 好 OK 当它们变成这个状态的时候就可以了 先放一边 这个时候动作要快 另外一个碗也是150克的面粉 刚刚凉 好了的也是半茶匙的酵母 放进去 好 这个时候要将刚刚已经冷却好了的 南瓜给放进来 要确保牛奶还有南瓜 各自放进去自己面团里面的那个时间 不要相差的太远 这样子它的发酵的时间就会比较一致 好 这个时候要慢慢的把南瓜糊给压进那个面粉里面 OK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去我们刚刚的白面团 好 这个时候就是要hands on的时候了 尽量搓成一个面团 把旁边的碎碎都尽量的抓起来 和那个大的面团结合在一起 那如果这个我们是在市面上买的话呢 通常那种加工的馒头都会有添加蛮多的白糖 一是让它吃起来更好吃 而且因为通常小孩子对甜的食物比较偏好 所以很多的工厂他们在制造加工食品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了过会喜欢上它 所以通常都会有目的性的加入一些添加糖 好 那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白糖给省略掉 好 这个时候你这样子看哦 它好像会很干的感觉 但是你不用接着去加水 要一直保持的去搓它 然后等下我们会加油进去 就加了油过后呢 会让整一个面团更加的松弛 然后搓起来会更加的容易让它光滑 要这个要帮你拆呢 什么啊 OK啊 可以 你要你要再走它吗 就是我不怕 便便便的屑屑全部都黏在这个大面团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加一点油啦 每一个面团加一茶匙的油就好了 好 细细的搓 直到所有的油脂都被那个面团给吸收 就OK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还会觉得整个面团是很油的 但是给它一点点的时间 让那个油可以很完全的被那个面团给吸收 然后我们就可以达到面团非常松软 等一下发酵过后就会很蓬蓬的那个感觉 好 OK 当你搓到已经觉得手不油了 这样就OK了 然后让面团各自的休息 搓碎个两到三分钟 我们过后就可以开始制作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 我们就尽量的把它搓圆 好 OK我们现在这个步骤呢 就是要把白面团跟黄金面团 各自压成四方形的面皮 过后我们要把两个面皮叠在一起 再卷起来 呈现那个螺旋的形状 然后我们就从白面皮开始做起 拿一个擀面棍 压一个十字 这样子它就可以变成四方形了 往外给推 推 就是尽量把它擀成一个均匀的长方形 好 换边 然后就到我们的黄金面团 也是一样的操作 好 压个十字 好 OK 差不多OK了 我们就要在两个面皮之间刷一点点的水 然后把这个铺在上面 再稍微的搓薄一些 尽量在它的边边给打薄一些 在这里 好 然后就将它们给卷起 好 这一 看来 好 是 所以它的好玩就是这样煮出来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揉一揉 我觉得这个长度可以切成八个相同大小的角块 好 中间先切一刀 然后再切一刀 再来一刀 好 好 先来一个给大家看 为什么我喜欢做馒头呢 是因为它不像面包这样子要发酵两次 它基本上这样子过后 我们直接等它发酵一次 40分钟 过我们就可以放在蒸炉上面蒸了 怎么样做呢 蒸炉 刚刚我们用的这个纸不要浪费 我们把它修成四方形 剪出四个垫在馒头下面的那一个纸 好 过后就把它放在上面 放在蒸笼上 好 下一步呢 就是在等一下我们要用来蒸馒头的那个蒸锅 里面放两杯温水 还有一杯热水 OK 就是让那个热水和温水的那个温度去好好的让它发酵成两倍大的那个大小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炉上面开大火蒸15分钟就可以吃了 一二三 好的 40分钟过去了 天也黑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发酵了40分钟过后的馒头是长什么样子的 好 就是这么一副样子了 OK 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把那个蒸锅开大火 然后蒸馒头蒸15分钟就可以吃了 OK 是吃时间 所以刚刚答案揭晓了 刚刚那个鸡蛋呢 我们是用在 做饭头French Toast 因为我们的制作人讲吼 所以我们先用在做饭头French Toast 因为我们的制作人讲吼 饭头太单调了 所以一定要做一些发酵 所以我们就拿了饭头来做French Toast 所以我们先用在做饭头French Toast 先试一个原味的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我们没有放糖 但是由于有放牛奶 跟那个金瓜本身就是甜的关系 所以还有一种微微的甜味 然后它的texture就是 馒头的texture咯 馒头很有嚼劲的那种texture 不会太过干 因为我们放了油嘛 记得吗 所以它的整个吃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松软 非常的有嚼劲 好 我迫不及待想要try一下那个french toast的版本 嗯 充满了蛋香 嗯 谢谢你的建议哦 其实 蘸蛋液来煎真的是ok 很好吃 如果你们不要那么单调的话呢 其实蘸蛋液煎来吃会更香 而且有extra的蛋白质 好吗 ok好 希望你可以去学做这道馋头料理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话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以后有什么新影片的话呢 你第一时间就会收到通知啦 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哎 真的是好吃耶 没有没有在开玩笑哦 我觉得要放点蜜糖的话 嗯 然后会怕龙点睛一点 还在肉这样 tempor个罢子 downtime よね なんか 蜜糖 嗯 你